神规周末定去留 哈兰德能力只输半档 但工资输的只流泪 新决战双脚之一的哈兰德已经花落漫长了 有人说哈兰德和东巴佩差半档 确实是 但是那只是在技术层面上差有半档和能力方面 如果按公司水平的话 那就不是半档的问题了 那是好几个档次的问题了 哈兰德虽然没有报处预体薪金 但是外界普遍一致 他不比队内顶薪德布朗雷高 德罗雷的顶薪是2100万欧元一年税后 那哈兰德最多是2100万欧元 但姆巴佩呢 大巴里给的是两年2.3亿 一年平均1亿1000万欧元 那差至少将近6个档次 6倍的感觉 一个2000万吗 另一个是1亿1000万吗 将近1.2亿 我们差了将近6倍了 所以说哈兰德的工资这方面 明显被姆巴佩现在压得死死的 再说一下 姆巴佩这个转会悬念 到底什么时候揭晓呢 法甲结束之日 就是是姆巴佩炫耀之时 周末主场大巴黎对梅姿 如果这场比赛 赛后姆巴佩答谢观众 那就是告别演出了 如果留下来 会做出留下来的举动 所以说本周末 大家将会看到大解决 我个人分析 姆巴佩留下的几率更大一些 有三点 第一点 法国总统小马哥出面了 直接帮大巴黎说话 希望姆巴佩留下来 姆巴佩是不是要给总统点面子 第二点 大巴黎的强烈薪水 2.3亿欧 一年一亿五 一年一亿一千五百万 这个一般人都 受不了 对吧 第三点 塔塔尔 给姆巴佩一个非常好的桥面 2022年 世界杯主打 C位 就是姆巴佩 让姆巴佩出圈 这个诱惑是巨大的 虽然姆巴佩现在是足坛 第一影响力 但是他还没有破圈 什么是破圈 就是足球世界不知道的人也要知道你 这就是破圈 世界杯就有这个破圈的能力 塔塔尔就能满足你这个月嘛 结合以上三点 姆巴佩也许大概就留下来了 你们呢 你们认为周末这场比赛 姆巴佩何去何从呢 是黄马还是大巴黎 请在评论区留言 谢谢 我想下一次 优优独播剧